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贵素的螺丝 那个磁轮它已经歪掉了 就变成 无言斜斜 它是肩前的 就变成它有时候要转的时候 它转到某个角度的话 它会变空转 它会摇不到下面的前面 台电机查人员当场发现 这个电表已经招人破坏 被查获的用户无言以对 这个全台最大窃电集团 先在双北多处仓库 转出给挖矿业者这类的用电大户 再透过改装电表赚取价差 之后跟雇佣水电工 到南台湾屏隆等地工拔出地点 协助业者改装电表 破坏封印 让尽量失准来偷电 涉及的店家有理法厅 民宿及餐酒馆 甚至还有一处是制度工厂 岸金砖小组历经数月的追查 先查出是以环性交性的办情之所 在北部地区经营转出电信网路设备的基地台 或需你货币挖矿机的处所给业者 并以切电的方式来供应所需的电力 以莫取爆料 本局呢 陆续在台北新北陶营等地的12处 查获遭改造电表16个方法机6部的张政务 并陆续逮捕黄姓祖贤 以不孝鼠天工的欺民犯行道案 那本案经持续溯源追查 发现以张姓为首的切电集团 那也要为摩取这个不法利益 另外雇佑不孝鼠天工前往屏东 潮州内部 南州 康鼎 民兵恒春东南平地 针对这些一些礼法厅 藏酒馆 民宿档布这些营业场所 甚至还有一处是这个制度工厂 这些供电量需求比较大的助手 他要进行这个改造电表切电的一个行为 警方破门攻坚逮捕犯险 并查扣多项犯罪工具 经过台电公司方面清查 共有65个电表被破坏 被切得用电度数超过1000万度 损失电费超过4000万元 警方分别逮捕黄姓及张姓祖贤 共17人到案 并将全案一乍七级切到等罪嫌 移送40地检署侦办 其中有12人遭到检方起诉 记者 叶姓南智 本辖把南县南港检网站 有被害女子遭泼水案 在经过本局张局长 特別指示本分局以及监视中心 捷运警察队成立专案小组即刻查办 经过本分局专案小组调阅上百姿监视区 过滤 范贤的移动位置 在昨天晚上在新北市中和区查办到范贤到案 初步调查范贤的动机是因为北上 从台中北上打林工 因为四处碰壁 然后心情不佳 加上精神状况不稳定 随机翻案 至于叶姓南智颇洒的不明议题 经过监视中心初步化验并没有酸碱值 警方研判可能是一般矿泉水混合收水 经本分局采集被害女子的医务 送这个监视中心比对化验 初步排除酸碱值 研判是一般的矿泉水 警方已经将全案依涉嫌毁损罪 及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移送法办 同时将与捷运警察方面合作 加强巡视大众捷运系统公共区域 维护民众安全 记者张祈腾台北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统计 女性人库吸烟率有2000年16.2% 降至2020年7.8% 吸烟率的降幅较难升高 不过国建署指出 110年国人吸烟行为调查结果中却显示 我国18岁以上的女性吸烟率 由民国109年的2.9% 上升到111年的3.7% 特别是国三开始 一直到高三年龄段皆有微幅上升 女性吸烟已成为需要关注议题 因为这两年我们发现我们的成年的女性的吸烟率 还有我们青少女的吸烟率 那么是有一些上升的一个趋势 那么为了呼吁大家能够避免烟害 能够尽量避免接触烟品 那有吸烟的这些女性 我们也提供了多元的接烟服务 多种相关的管道来提供大家 也希望大家能利用 所以来特别安排今天的一个记者会 那从整个统一看起来 我们整个成年人也好 青少女也好的先例上升 最主要的那个烟品还是在于电子烟的一个吸食 那也在这里呼吁我们国内目前是没有合法的电子烟 未来也不会有合法的电子烟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的媒体们帮我们多先导 111年的这个承认吸烟行为调查 刚刚署长提到的 女性的吸烟率从2.9已经上升到我们的3.7 那这个部分我们特别也关注到说 我们这个国高中的女生 特别青少女的部分吸烟率 也有上升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所以要关心一下 特别是在国三高一高二高三 就开始这个吸烟率有微幅在做上升 所以成人女性里面又特别是在30到39 还有40到49岁 特别这一块是兼顾着承上 要照顾我们家中的长辈 又要带我们的家庭的小孩的这个年龄层 那特别是经济的主要的资助 我们也希望不管是女性或者这个年龄层的男性 吸烟率都比较高的时候 能够来做戒烟 那让我们的这个小孩跟家庭的成员 可以免于二手烟害 那这个数据也跟大家分享报告一下 有关于这个吸烟率的部分 特别颅猎颜色的部分 就是让大家知道说 青少女在这个电子烟的使用上 也是值得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的 那所以为什么 我们要透过教育部的管道 还有我们的很多网红 还有相关多元行销宣导的管道 来让我们的孩子知道这个电子烟的相关危害 那如何去避免接触跟勇于拒烟 那大家也知道我们今年 去年烟害防治法修法的时候 扩大禁烟场所 所以我们现在室内的公共场所的二手烟 保护率大概已经达到九成六了 那可是在家庭的部分 就不管是成年女性或青少女 其实都发现说 大概还有成年女性大概有三成 那青少女的部分 大概有接近两成七左右 所以每四个就有一个青少女 其实会有家庭二手烟的一个危害 我们怎么样子来正视这样的一个 关注这样的议题 那来让他们能够关心到他们的健康 WHO统计有75%死亡 是源自于吸烟造成的心血管疾病 癌症及呼吸道疾病 吸烟者死亡率是不吸烟者的三倍 而女性除了健康问题 还可能影响容貌与怀孕 急需大众关注 大家有一个概念 抽烟不是只有造成肺癌或COPD而已 不止 它跟全身几乎所有的癌症都有相关 因为烟瓶里面四千多种的成分 然后许多的毒素是透过血液循环全身的 所以全身所有的癌症都会受到影响 包含我们十大癌症里面的前三名 乳癌 直肠癌 肺癌 还有我们消化系统的口腔癌 食道癌 胃癌 然后肝癌 胰臟癌 女性的子宫颈癌 甚至是泌尿系统的膀胱癌 肾脏癌 还有我们的急性白血病 全部都跟抽烟有关 只要你抽烟 那你的死亡率就是会增高 不管你有离癌 没离癌都一样 除此之外呢 除了癌症还有什么 吸烟也跟我们的心脏内科 甚至因为我们的新陈代谢科 息息的相关 抽烟的人更容易罹患 心脏病 脑中风 还有癌症 那抽烟的人呢 这个死于心血管疾病 癌症 呼吸道的疾病 是所有死因的四分之三 抽烟是不抽烟者的三倍 那同时呢 这个国外的研究显示 吸烟会减受 减受多久 减受23年 女人的天性是什么 是暧昧 对不对 大家看到我就知道 我也是一个暧昧的女生 但是呢 抽烟会造成什么影响 对我们皮肤不好 对眼睛不好 对孔恰牙齿不好 牙齿会黄 还有呢 其他就是骨鬆啦 然后这个妇科的问题 还有心血管疾病 针对女性呢 不孕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受孕的减率会减四分之一 就是减25% 那这就在我们的国安危机 少子化 晚婚不婚 又在雪上加霜更加加重 所以一定要戒烟 同时呢 还会增加什么呢 肺癌 子宫颈癌 子宫体癌 甚至最恐怖的 全国头号女性死亡率的癌症 乳癌 会增加7.2倍 所以一定要戒烟 再来还有呼吸系统 COPT是22倍 以及这个 如果同时抽烟又合并 吃这个避孕药 那这个心血管疾病的 比率是10倍以上 还有呢 我们女性妇科会提早停经 生育率会被缩减 还有呢 长相 就像组长刚刚报告的 女孩子吸烟会有典型的 我们俗称叫做烟脸 会变老 而且呢 脸会越来越像男生 会变臭 吸烟民众可以善用专业戒烟服务 共同营造健康的身心 家庭环境与人际关系 国健署鼓务励女性朋友们为自己家人或未来的下一代健康着想 由于拒绝烟品的危害向烟说不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屡获国际大赛奖项的双子二重奏 还有屡发打击演奏家乌新玄 与北市国吉乐首席谢崇新 带来一场吉乐家们的古乐饗宴 宣告台北传艺季开幕音乐会将在3月9号正式登场 由台北市立国乐团主办的台北市传统艺术祭 集结国内外名家带来歌 乐 舞 剧等不同领域形式的节目 打造缤纷多元的传统艺术盛宴 那我让我们在各方面 不管在传统 现代 艺术的整个的结合上 都让四国有更进一步的成长 我想在四国在今年自1988年开始办的台北市传统艺术祭 刚刚也提到就是说在37年来我们从来不间断 那在整个演出的内容也不断的求新求变 那我想在今年也是我们建成140周年 那我们在以台北风华的为主轴 从3月9号到6月8号办30场次的一个精彩节目 整个内容涵盖了歌 乐 舞剧等多元的一个表演形式 那我想我们也是一个应该是全台规模最大的一个艺术祭 那希望说大家能够来给我们更多的支持 很开心我们迈入第37届的传统艺术祭 那我们开季音乐会请到两位 简正庭简正佑 双子 二重奏 然后还有吴欣玄 这些都是我们台湾就是旅外 就是现在就是在国际上一线的演奏家 那再包括我们就是结束的音乐会呢 我们也有吕世青老师 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杨柱小丁协奏曲 那我们有伪创非常多台湾的作曲家 然后还有欧美的现在一线的演奏家 都我们邀请来跟我们台北市立国会堂合作 所以呢我们就是今年的传统艺术 还是会维持的就是这个多元开放 这样子然后就是在台湾这块 就是很不受就是各方社会 或是政治压力的干扰下 然后我们国乐团可以很自由的 去安排我们的节目 然后我们的这个成长是很有机很健康的 那我们希望就是我们国乐团的成长 继续持续下去 那也希望就是各位市民朋友 或是全台湾的朋友也可以走进音乐听 那实际来听听看 现在台北市立国乐团的声音是怎么样的 然后相信会给大家一个每一场音乐会 都是一个很特别的演出 很特别的经验这样子 那今天呢其实我的角色也很简单 就是告诉大家 传统呢台北台北市传统艺术季呢 今天我们要进入到第三十七届 要正式呢要跟各位呢 翘落打鼓的开始了 在未来各位会有很多很精彩的表演 今年一百四十周年的建成的活动 我们也请了国乐团帮我们很多的忙 希望建成一百四十周年的活动 能让大家更加感觉台北这个城市 虽然我们被其他新的城市在预算上 在政府的中央政府的这个政策推动上 有逐渐呢被拉平或者是赶上的这些压力 但是我们台北市市政府 真的很努力的发挥了我们台湾 作为首善之区的台北市 我们努力的要做一个文化领先的指标 传统艺术季正式开裸 百花齐放的传艺季节目 除了北市国精彩节目之外 还邀请到活跃于国内外各地的团队共襄盛举 6月8号闭幕音乐会情运新片 更邀集国内金剧音乐大师与魏海敏 唐文华 朱安丽等金剧名学齐聚堂 为金剧音乐带来新风貌 我觉得台北艺术季给我的 不管是记忆也好 或者是在当时参加的时候的 那种兴奋的感觉 就好像是台北市在办一个 很大的一个自己家里的活动的一个感觉 那我觉得呢 就是说在每一年呢 他们也都这个花了很多时间来做策划 就是每一次的这个节目都不一样 那我非常的荣幸 就是今年也来参加 而且是这个为了李超老师 这位我们这个金剧界非常重要的一位琴师 他已经80岁了 那么请他来演奏他的曲子 那我会唱最后一段 就是这个金锁记的一个唱段 那这个曲子呢 应该说很多人都看过金锁记这个戏啊 那么但是我们这次是把它浓缩了 我想就是台北艺术季的这个活动呢 除了带给我们这个回忆 带给我们大家好像有如一个大家庭 在做一些这个庆祝的这个活动之外呢 我真的很盼望台北市的这个朋友们 能够来多多接触 多多亲近这些表演艺术 传统艺术今天刚才提到三个节目中间 有李超老师跟魏怀明老师的节目 这样的一个节目 当然放到国际间也都是响当当的 可是我们传统艺术就是这样 我们传统艺术从另一个向度来诠释它 来发掘它 因为没有传统就没有当代 每年的三月到六月的时候 我们在这三个月的时候呢 我们台北市旅行园团会收到就是很多 那个艺术团队的申请投件 或者是我们也会邀请 让我们排出这样子的一个传统艺术季的节目 那我们就等于是为了就是台北市 或者是全台湾的月明朋友们 然后我们就会整好就是这些节目 然后我们提供出来 然后让大家可以最主要是在中山堂这边 然后就是走进就是我们这个场馆 然后来听就是我们这些演出节目这样子 所以这是一个喜欢传统艺术 或者是喜欢东方艺术的人 不管是你已经是爱乐者 或者是你想要踏入就是这个东方艺术的 这块领域的话 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最好的接触点 2024台北市传统艺术季系列活动 从台湾到世界 从传统到现代 从古典到跨界 多元丰富的节目 邀请观众亲身体验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导 公车上的情境剧 模拟女性受到性骚扰时该如何防治 公车司机与乘客的热心帮忙 助受害者勇敢防治性骚扰 台北市政府在三八妇女节前夕 由蒋湾市长带领局处首长与民间企业 宣誓要为市民打造安全空间的决心 其实在我们生活周遭 许多的公共整合 都会发生性骚扰的事情 但是我们一定要了解到 勇敢的站出来 杜绝并且防治 各项性骚扰的发生可能性 那国际妇女节也代表着 在过去那时间 很多朋友争取女性权益性别平等 所做的付出跟努力 那台北市身为首算之都 我们不管是对于生理性别 或者是性别认同 这种所谓gender identity 在台北市工作念书生活 其实都应该值得受到更友善的对待 那这一方面 其实台北市我们也创了很多的作为 在介绍房子的方面 所以不管是我们首创 全国第一个企业性别平等的认证 我们不只是鼓励企业 也协助企业打造性别友善的这种环境 另一方面 我们台北市政府也持续的参与 联合国非政府组织的妇女地位委员会 也透过国际交流经验的分享 要大家了解台北市 我们对性骚扰房治相关作为最新的作法 也参考其他国际主要城市 他们的作为 那另一方面 台北市也成立全国第一个性别平等办公室 在去年 我们也甚至正式成立全国第一个 应该也是目前唯一 性骚扰房治的服务专线 我们透过这个专线 提供全团一战式的服务 法律的资讯 心理的支持 以及后续的照顾 隐私的保障等等 另一方面 在去年 我也特别安排了张恩贞检导官 到我们市政会议上面 做性骚扰房治的各项宣导 以及让局所长更了解性别平等的重要性 那去年 中央性别三法的修法通过 不管是发生的提高 申诉管道的增加 还有对于被害者 申诉期间的延长 各项心理支援的支持服务等等 身为台北市的大家 我们非常乐见 未来中央地方 共同扩大整个房子 往后 能够接触每一位受害的被害者 那在这边 也要再次的感谢 我们不管社会局 还有各局处同仁 以及今天参与的 包括捷律公司啦 还有很多民间的企业 买货 客运业 等等 大家共同相应 刚刚新东剧 也只是 现在发生信召案件的其中一部分 其实 样态非常多 刚刚社会局长也告诉我 其实 魏全龙的姻缘团 也特别要求社会局 去帮他们上课 所以可想 其实在各个领域 每一个行业 女性朋友也好 男性朋友也好 都很容易 不是很容易 应该都有可能 被性骚扰 这个是我们必须 要特别特别注意 02-2391-1067 请问一下市长 这个打过去 有什么样的服务 可以让市民朋友们 来进行协助呢 这个我知道 这就是去年 我们全国首创的 性骚扰防治的服务专线 哦 局长这个是正确答案吗 性骚扰防治 咨询服务专线 掌声福利 去年中央性骚三法修正通过后 强调公共场所主管机关 及企业负责人 防治性骚扰的责任 北市也成立全国第一个 性骚扰防治专线 魏全龙啦啦队 应援团小龙女 也行动支持活动 邀请大家一起做到 要尊重 敢拒绝的台北新界线 这张啦啦队的身份 时常要在公共场所进行表演 那有时候我们可能自己 会比较担心说 会不会遇到性骚扰的事件发生 那当下呢 应该要怎么去反应 或是应该这么处理 那很开心就是看到 企业以及公共场所的机关 还有台北市政府的官员们 还有族哥们都来到现场 那我也会觉得说 非常安心及安全 那我们明天好像社会局的主管 也会来到我们现场就是 进行一系列的教育课程讲座 那欢迎大家也可以跟着我一起参加 谢谢 市府号召妇女管及台北市各区 复配中心办理网络串联 主题新课程座谈等活动 让市民更了解遇到性骚扰时 该如何求助与自我保护 以及性骚扰防治新法相关规定 参加还有机会抽限量好礼 台北新界线要尊重敢拒绝 让我们用个坚定的眼神 大声的与大家一起宣誓 杜绝我们的性骚扰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品试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搞正市场合法秩序支持领事产业 立法案需小心 黄建豪及葛儒军联手揭露的这间魔方移动公司 在2021年已经被NCC废造 但是仍持续与中华电信合作贩售电信业务 让中华电信变相的成为诈骗集团的帮手 NCC2021年就既然已经撤照 那为什么中华电信到了今天 都还在跟这个魔方移动来合作 我们台湾谈的打击诈骗谈了这么多年 但是所有的主管机关似乎彼此之间 并没有互相联系的管道一样 已经知道已经无照了 它已经被撤照了 但是我们国营的公务营的中华电信 它一样继续跟这样诈骗集团来合作 继续提供给诈骗集团这么方便的工具 这个是我们要来要求 交通部应该提出相关的说明 徐晓鑫指出 魔方移动将从中华电信买来的 这些企业门号软号 卖给一间中资公司 这间公司的后台完全由上海方主导 就可能发生各自外泄问题 这个卓一公司它有台湾的公司 也有上海的公司 但是经查在台湾的公司 仍然在中国大陆这边的股权 超过51% 所以是中资 所以等于是说 透过魔方移动作为中间人 把我们跟中华电信 所买的企业门号软号 跟这个漫游门号 卖给了一家中资的公司 而这个卓一公司的后台 完全由上海卓一来主导 那就会发生各自外泄的问题 徐晓鑫进一步说明 这间中资企业将随选软号 制作成黑莓卡 再卖给一些从事不法行业的人 今年初云林地坚署就查扣 2万7千多张不法网卡 他们之所以会被制作出来 竟然是一手接着一手 先由魔方移动 也就是我们今天踢爆的这家无罩厂商 像中华电信购买软号跟卖油门号 卖给中资 卓一之后 从他的后台系统 把这个软号放在空卡上面 做成黑莓卡或是比特卡 那给需要逃逸 或者是说需要他不希望留下资料的 相关的犯罪集团来购买使用 而这些卡也全数都是违法的 所以后来他就是卖给诈欺嫌疑人 格鲁军表示这起案件是骗中骗中骗 让业者绕过KYC身份认证 将不法的网卡卖给诈骗集团 奇怪的是这家业者执照被废止 为什么还能透过中华电信API界面 软体开通电信门号 而且中华电信还要用户付费买防诈服务 他认为中华电信应该考虑给予 所有用户两年免费防诈服务 一方面没有好好的来进行 这个KYC的验证 竟然还一边跟民众收钱 每个月多少钱 50块给大家看一下 每个月50块的防诈服务 就说他一边没有严防好 一边还要跟民众收50块 说可以什么 幫你阻断钓鱼网站 不要让你收到诈骗简讯 这个这样可以吗 所以我想对阿宅 或者是对全国的民众 我们都觉得说中华电信应 是不是应该考虑 防诈服务应该给予所有的客户 两年免费 是不是应该要来作为补偿 徐晓信强调会与黄建豪在交友委会提出临时提案 针对电信诈骗评传 过瘾事业配合厂商摄入诈骗 导致国人各自外流等情形 要求有关单位进行检讨与改进 记者张琪腾台北报道 自信的在台上打鼓 曼菲天使瑞婷 是伊甸凤山早疗中心14年前的毕业生 而现正就读伊甸妇佑家园的曼菲天使罗依 是早产儿 今年4岁已经接受早疗3年 在伊甸的陪伴下 明显进步许多 去表达她想要去做的一些动作 对 因为其实罗伊她是没有同意的孩子 那她其实就是都需要透过了这个怀疾 或者是就是要去反应她的需求 对 然后她现在也开始会 她在抗议喔 她在抗议喔 她其实会表达 对 她说我会 对 她说我会 对 她说我会 家长其实会很就是不太知道要怎么样去应付这样的孩子 然后也会就是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应付她 就是去做活动 可是透过老师的帮助 然后一些专业的协助 我觉得就是可以见证的让就是那个家长更了解小孩的状况 所以我那沉溺的社团也是想要把这些点点一滴就是记录下来 因为其实在整个过程中其实是很挫折的 就是说你会觉得你很大的期待这个孩子很快的长大 可是她其实是非常的慢 甚至你会觉得好像都没有在前进 有种原地踏步的一种困惑 对 所以我就想说那我用透过这些书写的方式把这个心路地层记下来 然后也跟就是医院师这些特殊孩子的家庭去做分享 然后也让透过这个方式 然后老师也会非常说 他们平常看到罗伊的一些记录的地方我都还记下来 就是提醒自己说不要错过这些点点的 就觉得很荣幸可以有受到这样的邀请 这样的公益活动能够走了三十年 我觉得一定是非常不容易的 自己的身边有一些朋友 包含我自己都要有小朋友这样 就觉得如果可以用一点点自己的力量 让这个社会变得更温暖 然后更和乐的话 那我也是觉得可以参与这件事情 觉得余有容颜 伊甸早聊三十 Say Hi 家典爱 邀请即将成为爸爸的艺人刘冠廷 担任公益大使 并且和曼菲天使们拍摄公益影片 刘冠廷咬着爆米花象征爱的抱抱 呼吁社会大众用爱拥抱曼菲天使 我的名字他的时候我其实超级大 因为还没有遇到 一样的 还没有遇到小小孩 然后还有 这样纯洁的灵魂 你看那些纯洁的天真善良的灵魂 你也很纯洁的灵魂 我也受了灵魂 我也受了灵魂 受了灵魂 受了灵魂 我不知道我那个存在这个灵魂 但我真的是本身 有没有那个幻想 对 我也不敢当作 我蛮喜欢小朋友的 因为我觉得小朋友身上有一种 很纯真的特质 是上天的赐予给人类的超能力量 所以我也很期待他们紧张的 那样的相遇 然后相遇的时候就发现 就是两个小朋友有接触性格 就是比较活泼啊 如意就比较文静这样 但他们就是很专业的 完成那些的拍摄 然后还有在后面等待的时候 觉得自己不能脱累 不能脱累他们这样 要跟他们一起玩 其实他们觉得孩子就是玩 在他们的生活当中 就是不断的玩 其实就是面对这种问题 然后怎么去解决 所以当天你们 我看你有拍照啊 对啊 看影片那个 对啊 那个回忆就知道 闪现在 对 比如说 只要说鞋子飞出去 我就觉得很开心 真的喔 很厉害 所以我听看到 飞出去 然后脚就会脱起来 然后罗洋 还有一个车车嘛 他就是他的女朋友 蛤 你是用女朋友 你不是才4岁吗 他车车玩具 女朋友在那里面 他就可以看啊 然后找 然后大人就会用 可能那个尖叫机的那个 然后在那边引导他们看前面 他因为要引导他们看前面 就跟他们玩 然后说 欸我们等一下看前面喔 然后小时天 一闪一闪 那天气就吃了 然后我说 看前面有没有 tay clear他们 然后就忘记我自己要看前面 然后我就 就在那里面没有发现 他有人说 不是你 他在前面嗎 天啊好啊 你是不是就变小朋友 变小朋友 很久没有那种感觉 那麦克很神奇 很开心这样的社会上 存在这样的团体 可以给予大家这样的支持力 我觉得大家 在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难免会有恐惧 难免会有焦虑 挫折 但是一定就是像刚刚 夫子夫子一样说的这种 不用怕 就是你也不要害怕 社会病贴标签或什么 你就勇敢的走出来 然后找资源 对找资源 然后不要害怕 因为一定有大家 在背后和你通过的 接住你 撑住你 可以帮你一起度过 这种 辛苦的时光 真的 孩子的成长 需要你我一同守护 请支持 伊甸基金会 弱势儿童服务计划 伊甸早疗服务30年来 每年帮助超过2万名 发展迟缓儿 尽管早疗观念日益普及 但仍有许多曼菲家庭 对于自己的孩子 是否能被社会接纳 感到忧心 伊甸呼吁社会大众 看见曼菲家庭的需求 给予正向支持 我们希望很多的家长 在整个在早疗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 很多家长 其实会很担心 会觉得说 我的孩子是不是有问题 所以他不敢面对 或不愿意 来进入到社区 然后接受一些早疗的筛选 所以我们还是很期待 就是说 所有的家长的部分 其实如果您真的 发现到您的孩子 在成长期的过程当中 可能有些状况 或是可能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行为 或者是反应比较慢 其实不要客气 你绝对要给孩子最好的成长期 希望他们在这段时间当中 可以接受一些早期疗愈的一个服务 包含我们可能通过体试能 通过感统 透过很多专业人员的训练 包含语言治疗师等等 我们都希望 藉由专业的过程当中 让我们的孩子在 黄金治疗期的过程里面 可以更好更顺利 越早接受治疗 对孩子的成长发育是越好的 基本上来讲 如果从母体生出来之后的半年内 其实大部分的医生 就可以开始做一些评估 有些时候可能对于光的刺激的反应 比较弱 或者是手指的协调性不够 甚至有些像六个月的孩子 基本上他可以翻身 但可能还没有办法翻身 那这一些都是 有可能都是有潜在的一些的因素 所以我觉得从这些潜在的因素里面 只要母亲或者是父亲 家长们发现到 孩子肯定有这样子的一些状况的时候 可能对光源反应不好 对声音的反应感觉不好 或者是我们刚刚讲的 没有办法翻身 甚至可能握力都有问题的话 这个时候就可以接受到 我们的早期疗愈的一些的治疗 或者是开始进行评估 所以我们在很多的社区宣广的过程当中 我们都不断的教育家长 希望他们在整个的孩子教育过程中 要随时去注意到孩子的一些成长的状况 避免孩子在这过程当中 延误了早期疗愈的一个黄金治疗期 伊甸基金会邀请社会大众支持早聊三十 若是儿童服务计划 多一点微笑多一些行动 就能陪伴曼飞天使和家庭多走一里路 早聊三十 一年一度学龄前儿童健康筛检开跑 满三岁以上为满四岁儿童 筛检项目为身体、口腔及听力筛检 满四岁以上至未上小学儿童 筛检项目为身体、口腔及视力筛检 今年更加码补助视力筛检 疑似异常至儿童 可治168家合约眼科医疗院所 接受免费专业视力复检 有介于六岁是儿童视力发展的 一个关键期 也是治疗的一个黄金期 所以我们今年就是配合 我们113年学龄前儿童的健康检查 我们进行了一个学龄前儿童 视力复检的一个补助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检查期限 就是我们在做筛检以后 当年度我们补助到12月31日前 都可以去做相关的一个检查补助 那我们补助对象的部分是参加我们 跟卫生局办理的学龄前儿童健康检查 一个服务 那如果说在筛检中有发现 视力异常的一个学龄前儿童 那他就可以持我们的筛检表 到我们的168家的一个合约院所 进行相关的一个检查 那我们视力检查的项目呢 就包含我们的散瞳前的一个 散瞳前后的一个验光 裸室的一个视力检查 那最佳矫正视力的一个项目 还有练习灯跟协室的一个检查 那我们也会提供相关的一个 护眼胃胶的一个项目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 诊断检查 那让学童可以早期 接受相关的一个矫正治疗 依据卫福部国健署研究指出 院士储备量是对抗近视的重要指标 而6岁以前是儿童视力发展关键期 3到6岁更是弱势协室治疗的黄金期 小朋友在婴儿刚出生 大概其实是大概一两百度的 大概有平均大概两百度的院士 然后慢慢的院士随着眼球慢慢发育正常 它发育正常它就会度数就会减少 可是到大概低年级 大概小一或者是幼稚园大班的时候 其实大概应该还有一百度的院士 那我们就是希望透过这个筛检 如果小朋友 这个我们叫做储备的院士 那也可以做很好的一个筛检的依据 如果你这个院士没有 就表示你可能接下来就会进入近视 所以我们就希望开始采取防控近视的一些策略 包括就是说最重要环境的因素就是 阅读一定要三十分钟停十分钟下来 然后阅读的距离不要太近 不要在暗的地方 那多一些户外的活动 最好是每天有两小时下课以外 那假日家长都带出去户外活动 或黄金角之旗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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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在机动市政府秘书长方定安以及交通处长王正宏等人陪同下 机动市议会议长佟子委副议长杨秀玉协同议员们 再次到机动成绩转运站进行考察 了解包括二楼国道客运以及施工车等 13个月台车位是否已经全部完成 及二楼和三楼的商场整体空间改善情况 主管单位机动市政府交通处表示 第一阶段今年7月1号客运站先启用 方便通勤民众搭乘国道客运以及施工车 而第二阶段包括二楼及三楼的商场营运部分 则是在今年12月份可以全部启用 我们第一阶段是在希望7月1号以前 把简单的一个客运转运的部分 国道在这边进来以及中山12路 所以分第一阶段就是让国道客运的一个 成绩转运站的部分能先启用 那我们同步在做所谓的包括楼下的一楼 以及二楼的一部分以及三楼这些商业设施 的一个市庄的部分我们也同步在推进 所以大家有分这个两个阶段来进行 现场也由负责成绩转运站商场招商营运的厂商 向市议员们解说未来二楼及三楼商场营运招商的情况 二楼包括有便利店及著名的星巴克咖啡 以及三楼预定由瓦城等著名餐厅业者进驻 议长同志委代表市议会表示 最重要的还是客运站的启用 是一般通勤民众最关心的问题 那部分党派大家都会在意说 因为我们每一个代议室都是民众选出来的 我们自己选区里面或是全市的市民 都有非常多的家人 大家都在希望说我们转运站 可以有一个方便舒适的后车环境 因为我们又多余潮湿 像我们现在冬天也很冷 大家如果可以在室内等车 不管在客运上面 那我也希望交通处可以紧速来安排 包含大家很关心说 我们有一些客运业者会不会拖班的问题 尤其在高峰期 那大家这个整个问题 我们如何把公车客运铁路的运输处理好 安排好规划好或是环境整理好 都是大家关心的 所以我们非常期盼这个启用的这个进度 那我们通勤族也非常的期盼 那这个相关的餐品业也会带动基隆的发展 那我想市府应该有多个单位大家共同来 秘书长也在 有个多个单位共同来一起把这个东西来完成 市政府交通处长王俊宏也向议员们解说表示 城际转运站一楼也有连通基隆火车站南站的通道 可以方便通勤族们进出客运站和火车站 避免风吹日晒雨淋 而议长通知卫也有感而发表示 赖清德准总统也算是第一位出生在大基隆地区的总统 希望基隆市政府可以更用心争取中央的资源 发展建设基隆市 而不是不断透过政治纷争 浪费基隆的发展和基隆人的权益 蔡总统任内我们这八年基隆市的改变 我想大家都有目共睹 那赖清德总统更不用说他是大基隆的子弟 万里出生在基隆生活圈 包含我们家族有很多都在基隆发展 我觉得现在这个机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 那我想希望市政府可以更用心在争取中央资源这一块上面 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错过就不再有 基隆四百年来也没有选过总统过 也第一次 那所有的行政团队都会因为总统的出身而重视基隆 所以各部会一定都会有非常多的资源可以给予基隆 但是我这个东西有需要计划型的补助还是相关的预算 都需要市政府来拟定计划 来做一个完整愿景的发展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我不希望不断的透过这样政治的纷争去浪费基隆的发展 还有影响到我们基隆人的权益 就像转运站 或者是我们后续的招商 我们都希望可以顺利 我还是希望我用议长的身份或高度 来期盼我们基隆市政可以持续的迈进 不要政治的纷争 市民朋友最期盼的是什么 转运站的通车核实 我们有多少广大十万甚至超过十万的通勤组 他们大家一定会一个疑问 外观看起来好了 那怎么不赶快启用 这是汇集公车 客运 铁路 尤其我们有这么多的年轻人 我们有这么多的市民朋友 在台北上班 往返 各个地方上班 他们在意的是 我的车子什么时候可以来 我的车子会不会准时可以让我上班 我可不可以多睡一点 这是一个整个经济环境发展的问题 我们在 我们属于卫星城市在双北中间 双北旁边 我们就会面临到整个通勤的问题 所以市政府还是市议会 大家应该共同关心的是 啟用的进度 安全的问题 何时可以让大家更方便的 往返在基隆之间 台北之间 不管早上还是下班 那我们市政府应该更关心 我们周边的环境 譬如说 有没有考虑到汽车车临停 如果你是一个外地的旅客 到基隆 这是第一个印象 如果你是一个当地人 你最在意的是 我什么时候可以不用刮风 日晒雨淋来搭车 这才是我们现在真正要关心的一个议题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对于基隆成绩转运站 谢国良委婉用先天不良 来形容成绩转运站 从前市府开始 总共历经四次工程变更 导致迟迟无法完工啟用的情况 向议会报告 那相信大家今天可以去现场看到 就是现场的整个环境 我自己去的时候也看了很多次 那感触也蛮深的 我觉得比较委婉一点 我们用先天不良来形容 这个工程的一个实际的情况 那这工程其实也经历了 四次的一个变更设计 111年的11月 也就是我上任前的一个月 那那个月也是刚好 这个我们的前市长林市长 跟这个我们的总统蔡英文 有去那边视察的这个日子 那可能会有市民朋友以为说 因为视察了 所以就要准备完工了 可是其实结果并不是这样的 就在他们视察的那个月 我们又第三次进行了变更设计 也就是虽然去看了 我觉得这个就要讲清楚 一般人你去看 大家就会觉得 你是完工才去看 但是我可以跟大家报告 他这个看并不是完工才去看 他看的时候马上又变更设计 当然也要求市政府团队 未来在说明各项工程进度时 不要用工程术语来说 而要用一般民众听得懂的话 来跟民众和议会报告 我们要检讨的就是所谓的完工比率的定义 那我也不晓得说 你第三次 第四次变更设计 十九样 第三次变更设计也是一百一十一年十一月 但是你就说你完工比率百分之九十九 这明显与事实不符 那针对这一点我们要检讨 要更清楚地给予一般市民所理解的工程完工进度情形 而不是你们工程界自己在讲说我认为几%完工了 我在几%完工完根本还没有验收 大家都以为完工就能用 其实所谓的完工到验收到起用 那都是很大的落差 这就是市民的语言跟你们工程界语言有很大的落差 那这样子的话 我认为大家未来在专业的沟通上 我们还是有待加奖监讨改进 不过市议会最关心的还是成绩转运站 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先让民众搭车通勤呢 市长谢国良大讯事表示 市政府团队力拼今年7月1号可以先通车转运 让大家来使用 那零售商店商场的部分可以再延到下一阶段 所以目前就是有了大约是希望能够在7月1号前 我是希望务必 拜托务必为了我们这个通勤族的需求 真的是要把7月1号这个日子一定要务必做到 再一次的拜托秘书长要督导好这个的相关进度 所以对于成绩转运站跟这个一些过程 我想我第一阶段是报告到这里 那这也是我对这个事情最真实的感受 跟最实际发生的情况 那我觉得一个工程发包是最重要的 你如果发包的不好 后续就是多灾多难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在基隆市议员宋伟丽以及郭美秀争取下 立委林佩祥邀及包括水公司第一区处处长陈肃清 市政府以及中山区公所区长徐亚文和当地和庆里长陈佳和一起会刊 确定今年年底前可以同时跑步好社区道路 并且太旧唤新自来水管线 设置好加压站以及配水池 保障大清大神社区稳定供水 并且有更好的社区道路品质 很高兴听到我们自来水第一处的处长特地亲自过来 解释了整个配水的计划 跟未来这个地下水管的修缮 同时之间佩祥也在这边特地强调 自来水公司要跟市政府公务处通力合作 因为未来不只是跑铺水管之外 跑铺地面也要一次做清楚 我们期待在今年的年底 估计是11月底12月初的时候 我们会在大兴大城 看到除了重新跑铺完成的整体路面之外 更有一个新的更好的加压站 跟上面一个蓄水池 能够好好的把高地供水能够做好 对基隆来讲高地供水跟减少漏水率 是我们在公共政策上面很重要的一环 那佩祥今天很荣幸也很高兴 能够参与到这次的会堪 正式在把我们的高地供水 把我们的漏水率再度减低 为这件事情上面再做出一点的贡献 另外立委林佩祥也和市议员宋伟丽 以及区长许雅文和德安里长 县民船等单位人员一起会堪德安路交流到 北向扎道路口涌塞的问题 特别是随着当地社区住户人口越来越多 交通尖峰时段和假日特别严重 因此林佩祥 建议基隆市政府交通处 尽快提交可行性评估 让高工局进行研议 改善道路涌塞问题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外手机具来回施工 中正区行政大楼制药塞司令部 任行道串联工程正如火如荼进行 原本两车道缩减成一车道 由于车流量大 市议员张浩瀚出席工程协调会 了解工程进度 工程施作期间 就是从农历过年后 其实就开始施作 那过程当中 其实因为会封闭部分的一个车道 其实也造成了上下班的时间 车流量的一个回堵 所以我们也要求在 虽然说现在已经分成四个阶段 来进行施工 但是我们也要求 市政府跟施工单位 能够尽快的来完成 所谓的整体的一个工程 来见低所谓的 塞车的一个问题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针对于 其实这个区域 其实安南桥早期也是容易翻身 淹水的一个地区 所以这个地方的一个住户 其实有高高低低的一个不同界面问题 那所以我们也借由这个 十一人行道的一个施作 其实刚好也帮住户来协调 在不同界面的时候 我们要如何克服这个高低问题 那接下来我们也会实在要求市政府 那来邀请所有周边的一个居民 来针对于不管是在交通问题 或者是在骑楼界面的问题 来做一个完整的一个说明会 让大家可以实际上了解是说 到底接下来这个工期到底会有多长 那二来是针对于不同界面的问题 我们到底要如何克服 初期协调会的周沙里里长廖文雄 对于管线地下化 民宅和人行道路面衔接等问题 希望工程单位能够妥善规划 人行道错宽的部分 会在施工时间会占用到车道 那我的立场是希望说 它施工期间可以尽量缩短 那当然施工期间占到车道是难免的 可是这个如果时程可以说短的话 对地方的冲击性会比较小一点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因为这边以前是低洼地区 然后房屋的建筑物本来就比较高了 然后有一些又因为征收部分 它的楼梯又变得更高 那可能有一些阶梯或路面衔接的部分 那可能这个施工单位要特别注意一下 日后要让民众可以保持现状可以通行 那也要保持也要注意到说行人通行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就希望说 相关单位提出一个办法 让民众可以接受 行人也保障安全 地方的民众是蛮期待的 可是因为这个工程会影响到 因为有一些店家 那难免会冲击到他们的做生意的习惯 那也希望就是说把冲击中到税小 然后时程也比较缩短一点这样子 避免造成他们太长期的营业上的影响 协调会上市议员张浩瀚要求工程单位 要确实掌握工程进度 降低对民众通勤的困扰 政风接分的四个阶段来做施作 那前面现在已经优先施作的第一跟第二阶段 那预计在四月初的时候可以完成 那第二阶段就是从我们的政风民底 一直到中沙里面会长的这一段呢 大概预计会在四月中施作到五月中的部分 那最后一段就是前面可以看到的就是封刃接口 到我们要塞思念部这一段 预计会在五月初五月中到六月中的部分 把它施作完成 所以预计的工程应该会在六月二十四号前 能够顺利来做一个完工 市议员张奥瀚表示 建议市政府可以主动召开说明会 让民众充分了解工程进度 记者 黄绍铭 金融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营养化碳终结者 能够讲提醒您 屋外式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家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营养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 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二 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 三 敢用电热水器 然后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机房其非法机上和经销商 强力查清 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 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 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